時間開始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 對不起 我發現我這個憋太低了 是 不是指向還是位置 你做一個比較經歷動作 沒問題 那舊的這個 我要移過來 這是你的嗎 這樣可以嗎 也不會穿嗎 第一部分我們想聚焦 先劇調在應變戰時機上去網路 社會運行計畫上 在台灣遭到中國封鎖 或甚至是清約的時候 保持通訊系統的任何對政府而言 為什麼在這種時刻 特別重要 其實我們經歷過嚴重的 各種天災 像我自己就記得就而易地震的時候 那個時候 有各種各樣的訓息 說什麼 南投出現了飛車黨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如果他的通訊 沒有辦法 即時的讓大家知道 說到底那邊發生的實際情況 是怎麼樣的話 那各種各樣的不實訊息 就非常容易亂竄 因為大家有想要知道資訊的需要 有沒有真實的資訊 這樣就會慌 那所以我覺得 也是看這一次 二月的時候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經驗 我們發現說 那全世界都可以即時的知道說 到底在那邊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子緊急的 不管是天災啊 軍事訓練等等 維持高品質的 即時的這個通訊 是非常重要 因為只有這樣 才能在任何狀態之下 都把正確的應變訊息 不只是告訴我們國人大眾 也是告訴全世界 關心我們的人 才能夠爭取 國際友人的協助 那您覺得 不有通訊系統 會是中國所要公開的目標是嗎 我覺得就是 重點還是 是維持民生的關鍵基礎設施 那這裡面就包含 就是 電力啊 包含 關鍵基礎設施 裡面的醫療啊 交通啊 等等 但這些都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現在我剛剛講到那些系統 很多都是靠通訊系統 跟資訊系統 把它聯繫在一起 所以我想 如果遭到外部攻擊的話 它目的不是說我打這個系統 或者是哪個系統 一定是說要把我們的維持這個必要的民生所需的 這樣子一個關鍵基礎設施 看哪一環比較弱 就去攻擊哪一環 但是戰略的目的當然是就是摧毀它嘛 所以就不管是剛剛講到的能源 或者水資源 通傳交通 或者金融 進行醫療 以及我們的政府機關 高科技園區等等 那這些都是環環相扣的這樣 我們內部 政府內部在做國安Sanera的時候 對 在這樣封鎖或是攻擊的狀況上 還來 把我們中國 把我們14條 主要還來切斷的可能性大嗎 是不是我們Sanera其中之一 我們在這一次 就是剛剛提到 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我們就發現到說 在那個非同步維新的這個新的技術之下 那它一定程度上 它還是可以提供相當高的頻寬 以前的同步維新 或者是其他的就是 非海藍或光線的這種技術 它的困難是說 它的就是解析度比較有顯 你如果用它來穿即時的影像的話 那那個即時的影像 看起來可能沒有辦法像高畫質等等 那但是非同步維新這次讓我們看到 真的看起來就還不錯 所以可以達成我剛剛講的 就是即時的讓大家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的這個目的 所以我們確實 像大家已經看到的 我們在潛在基礎建設裡面 我們提出了新的計畫說 我們就是挑七百個 國內的我們覺得戰略上面 有這種應變需要的點 跟國外的三個點 那就是用這樣子 非同步維新的方法 來演練說 不管是您剛剛講到的海藍對外 或者是說我們的故王 行王等等 如果是遭受到破壞 或者是天災的時候聯繫不到的話 那能不能說不要花很多時間來設定 而是說即時的就可以切換到非同步維新 我們這邊講的目標 即時會有多即時 就是平常就要在試用 這是所謂多元抑制嘛 那非同步也不一定就是 就是只有一家 或者是只有特定的廠商 也不是一定都在同樣的軌道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樣子的複合式的測試 就是希望說 不管碰到怎麼樣子的狀況 那我們是可以切換到 比較適合那個狀況所需要的 通訊的backbone 就是它的後端的網路去 那也就是說我們 測試的時候 當然可能發現 現在這個想定裡面 這樣子的需求可以滿足 但是又想出現別的需求 所以那這一套可能沒有辦法滿足 那不是說我們去用新的一套 而是說那我們再把別的這一套 來一起用用看 所以不是存在說像您說的 我們要花多久來切換 而是我們平常在這些 我們覺得重要的這些點 就要持續的使用 是 那如果切換過去的話 我們設定目標能夠滿足現流 例如我們現在是百分之百通訊 能夠滿足到多少比例 我們現在使用的這個 如果你有跟外國視訊的話 應該沒有完全百分之百 有的時候要靠AI把那個 掉的frame 補上 所以我想網際網路傳輸 本來就很難做到百分之百吧 那但是當然我們的目的是 傳遞正確的應變資訊 然後來確保社會穩定 也包含我們的指揮體系 還有跟國外的朋友的傳遞嘛 那所以這些就 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剛剛提到的非同步 那另外還有就是 在數位不成定前 NCC也有規劃 也是參考烏克蘭的情況 就是行網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是行網 某些業者還在 但是其他的業者沒有 那就會變成是 您剛剛在講可用性嘛 就是好像要看你的業者 來決定還不算 剩下可用性的情況 那但是呢 我們當時NCC的規劃就是 或許我們演練想定裡面可以加上一個叫國內全面漫遊 那這樣就是說 不管你的SIM卡是哪一個電信商 那只要你附近連得上任何電信商的行網基地台 那你都還是可以接受到我們剛剛講這些應變的需要的訊息 所以這是兩端啦 一端是說 對國外非同步衛星 那一端是我們國內 大家拿手機還是收到訊號 這個國內全面漫遊 當然就會是一種民間的緊急狀況 對 而且還有就是 那些提供這些緊急漫遊的基地台 那電信業者現在正在盤點它的重要性的分級 所以他就要去跟經濟部 特別是台電去洽談說 這些重要的基地台在那樣子的時候 是不能斷電的 要優先確保電力供應 因為這不是只是經濟問題 這也是剛剛講到的安全問題 剛剛提到的非同步軌道衛星 那它是比較大背面 它下面還有不一樣的衛星 但是我們是不是這邊主要講的是所謂的第一位衛星 以我理解就是 目前像中軌道衛星 也已經有小規模的在測試 包含搭配這個5G的可溪式的基地台 應該是在新竹那邊 就是車載的 甚至之後說不定變成背包載的 那所以就是剛剛講的就是說 當然低軌它的頻寬就是相當好 但是就是任何軌道的非同步衛星 而且可能多種同時使用 這個我們都不排除是測試的範圍 那我就跳一下 因為竟然問到這部分 那您之前有提到 就是您月初有提到 就是我們還沒有鎖定業績 對沒有鎖定 實在是可以給我們多一點訊息嗎 政府已經有哪一些現有的 跟哪一些現有的資訊 Service Provider去做堅強 初步的堅強這樣 目前並沒有進一步的訊息可以提供 就是所有能夠符合 這樣子的要求的業者 我們都相當歡迎 那未來商轉以後 會對這個我們合作的業者有一些 一如資本結果上面的要求嗎 或者其他背景在那裡 我想只要是提供關鍵基礎設施的 這種通訊設備 這個要求是完全相同的 就是資安上的要求啦 好比像說我們有一個危害國家 他自動安全疑慮的那個產品的這個限制嘛 那這個當然就是持續 他不能夠去用這些產品 那當然包含他的資本的這個背景 外資證比不能超過一半啊等等 這個都是標準的 是 所以未來的 剛剛講的外資不能超過一半 這個應該會是 沒有一半會是標準的 對 因為這個是現有的 就是說我是關鍵基礎設施 然後我想要運用通訊設備等等 那我們沒有特別去修改 他現在本來就是這樣子 或者是說 他那個廠商本身 不能是就是PRC方面的這個廠商 那後期因為這個部分我知識比較不足 我們現有台灣有業者 有能力提供這樣的服務嗎 因為如果外資不能超過一半 我覺得現在很多他們是在談partnership 就是談夥伴關係 那但是因為這個涉及就是商業的談判 所以可能還是問業者比較好 您的意思就是 本土的業者在跟國外的業者談話 對去有某種結盟 對 那這邊就沒有進一步 我沒有 現在沒有辦法提供進一步的資訊 謝謝 然後再 我們再回到問題的上面 如果在中國明天就去封鎖 或者是侵越台灣 台灣就是Now 台灣的現有通訊系統可以應付嗎 這我們剛剛講的國內跟國外的必要的這些需求 對 當然並沒有所謂萬無一失這種事情 我們本來就是每次發生事情 像剛剛提到那個危害國家自動安全的那個產品 我們本來也是說 那在辦公的網路不能使用這些產品等等 那但是後來這次我們就發現說 確實台鐵不是在辦公的網路 但是它是在一個廣告看板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聽得到的那個位置 然後去用可能不是電腦病毒 可能是心靈病毒啊 就是傳播效果的那個方式 那去侵入那些產品嘛 那也造成一些社會上面的討論 那所以你說是不是萬無一失 是不是我們事前全部都想到了 可能沒有 但是每次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那像我們現在已經預告 應該預告到這個月底 就是我們就會把在這些場域裡面 工業的場域裡面 不特定的人可以看到 可以聽得到的這些告示板啊 或者警報裝置啊什麼 也當作好像辦公網路那樣子的納管 就是不能夠用這些危害國家自動安全的產品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 二無戰爭之後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就是重點是那個迭代的速度 就是我們每次想定測試 包含剛剛講的那個POC 那測試之後 如果覺得還有不足之處 那再來改 再來改 再來改 您剛剛提到二無戰爭 給我們一個是啟示 啟動之一嘛 那還有其他部分嗎 嗯 還有其他部分嗎 像剛剛我們講到的那個 就是佩洛西來台灣的時候 真正意義上的那個紅隊演練 也是一個部分嘛 包含您剛剛提到的網站的可用性 那我們收到了這個之前二十幾倍的那種DDOS 那或者像剛剛講到的就是 公共唱與裡面的這些廣告看板等等 那這些vector就是這些攻擊表面 確實是這次發生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及時來應應及時來討論這樣子 在中國也針對佩洛西之後就馬上做了 所謂的封鎖式的針對性軍演 那這個就是 基本上很多分析都覺得他就是假定一個去台灣 可以封鎖的狀態 那在這樣的狀態下面 有給台灣什麼再次我們Digital Digital Rating的部分有什麼啟示 對當然第一個是剛剛已經提到的嘛 就是說多元抑制的這個通訊服務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抑制Heterogenesis就是同質的相反 就是說這個型網跟那個型網是同質的嘛 這條海嵐跟那條海嵐是同質的 因為都是海嵐 但是既有海嵐又有這個不同軌道的非同步衛星 既有這個型網又有固網等等 就是所謂的抑制就是不同的通訊模式 那如果一個重要的地方 它同時有多元的抑制的通訊模式 它就很難同時被破壞掉 所以這種多元抑制的通訊服務 我覺得是很大的一個我們的收穫啦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前瞻計劃也會去補助電信業者 去讓這些偏鄉啊或者是一些離島的地區啊 他們的新網啊或者海嵐啊 固網啊微波網路啊等等 那在通訊服務需求密集的地方 繼續佈建我們的5G的基地台 因為5G它可以同時聯繫相當多的裝置嘛 所以像大眾交通的樞紐 剛剛講到的火車站或者機場 或者大型表演展場啊球場啊等等 那這些都是我們布這些的地方 所以多元抑制啦 這個是Umbrella 就是最上面是這個 那第二個是 你剛剛也有提到就是關鍵的演練 跟防護的那個想定嘛 所以有天災的想定 恐攻的想定 各種情況的資安攻擊的想定等等 那所以我們透過這些想定 來做事前的預防 事中的偵測通報應變 還有事後的復原 那這些防護措施 我們每次演練 發現有不足之處 馬上改善等等 那所以 如果到您剛剛講到那個狀態 就是要發布緊急動員令了 那當然就不是只有電信業者 包含軍警、仙雕、海巡等等 都會有分工來確保 這些的安全跟核心運作正常這樣子 這樣的狀況是不是在 我們國防部定期的軍推裡面 都會演出演員 我想這個就要去問國防部 但是我們自己就是關鍵基礎設施的 這些演練裡面 CIP的這些演練裡面 我們是有把它拿進來 可以再來問一下海蘭的部分 是 第一題的部分這個背景就是 就我這邊的理解 海洋公務院說 切海蘭算是一個抵對行為 然後國家在戰爭或者是 甚至灰色地帶作戰的時候 可以把它視為一個目標去 合法目標去攻擊 這樣的中國對台灣 針對我們海蘭做這種攻擊的可能性 你覺得 這個聽起來也是國防部的問題 跟剛剛那一題是一樣的 我們這邊所負責的是 有多元抑制的通訊方式 那所以任何一種終端的時候 我們可以還有另外的一兩種兩三種 是可以來使用 那但是您剛剛提到 比較是國安情勢的研判 就是說打這邊的可能性 打那邊的可能性 這個感覺上是國防部說明比較對 但是我們 我可以這樣理解 我們出一部的工作 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把它做 就是來確保說 就是我們的各種各樣子的想定 剛剛當然您提到 國安層級的是一種嘛 但是也有我剛剛講到天災啊 地震啊等等 就不管怎麼樣子的情況 只要斷掉了 那我們不要像您剛剛說的 就是花很多時間再去設定 再去備援等等 而說因為平常就已經演練好 多元意志的網絡 所以它可以不中斷的來提供服務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這邊理解到 了解到就是 這幾年 尤其是 例如我們2020年跟2021年來比 對 金門地區的海嵐被切斷的這個 次數比前幾年明顯的增高 許多 對 您這邊掌握到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個因為是日常監禮業務 這個還在NCC 所以這個是不是就問NCC 他們會有最up-to-date 不管是原因或者是數字這樣子 是 那我這個問題您可以回答嗎 是不是 因為有些分析就指出 中國船隻是 頻繁故意去 弄斷我們外島的海嵐 去做我們 測試我們的反應 甚至會是抵抵作戰的一部分 我這邊能夠跟你說的 只是我們所知道的電信商 他們已經公開的資訊 舉例來說 像為了確保利島的通訊安全 那我們在五年之內 這些電信商會幫忙 新設三條海嵐 包含台澎 紅金台馬等等 對 那這個是已經公開的資訊 所以我可以分享給你 但是其他的部分就是關於 到底是哪種灰色地帶 這個灰色是深灰還是淺灰 等等 這個感覺還是應該會很光附 郭芬芬 請問給我們一個 大概五十個字的聲明 對其間證系統 都有充分掌握 理解 類似Twitter Lens 就是在Twitter放得下來 OK 那這樣 那我們談談現有的海嵐的安全潤性的狀況 您怎麼看 我們有四個接收站 跟十四條公開資料上有的海嵐 是是是 對 當然海嵐的登陸站本身要有潤性 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電力不能中斷 這個是當然的 所以不斷電系統啊 發電機啊等等 那當然門禁管制啊 跟外部單位 即時的能夠確保說軍警銷調查啊 或者海巡述等等 有一個支援的這個protocol 有一個支援的協定 這個也是標準的 這個是一定要的 那當然還有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登陸站也是分佈在 有南北異地的備源嘛 那所以每個海嵐站 又有多個海嵐的路由 通往不同的主要城市 所以如果是就是單點的故障的話 那因為網際網路本來就是 拿一條線路故障 我就稍微繞遠一點點 但是那個訊號還是可以通嘛 所以它可以互相備援 這個是沒有問題 對那但是如果是對整個登陸站的攻擊的話 就像剛剛講到的 要靠它的電力設備門禁管制監控 跟外部的這些相關單位的支援協定來確保 剛剛提到 例如電力設備門禁管制 這些加強的作為是 什麼時候開始的 這個持續都有 就是在海嵐登陸站的時候 本來就有做 那我剛剛講到的是說 我們透過每次的演練 每次的想定 去看說還有哪些不足之處 然後在這些不足之處去進行改善 這樣的演練和假定 書惠布這邊大概多久了 我想每一個就是關鍵基礎設施 它自己會提報它的這個演練的計劃 那所以我們會去執行它 那應該至少是一年一次 那大概如果有一些特別的scenario 好比像說 像我們要用這個非同步衛星 然後來測試說 那當我們就是只剩非同步衛星的時候 這700個點 還能夠維持哪一些通訊功能 那這個我們就會在就是 常規的這些演練之外 自己再去加一些劇本跟相定 那如果能夠達成 那我們就再往下一個face走 那如果發現 這邊哪裡設定有問題啊 或者說還需要額外的一些資源等等 那我們就可以隨時調整 因為它的這個 衛星接收的點啊 接收器啊等等 它本來就是可以移動位置的嘛 所以我們是透過這樣子 就是逐步的演練 來去確保說 那我們應該要怎樣設定 才會更有人性 我想再回到 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剛剛提到 乾淨清片的一些細節 對 你可以從我們這邊細節理解 來請說 那這樣的驗證就是你剛剛提到 你可以對我們鏡頭的觀眾說一下 那您剛剛講的那個就是在全台灣700多個 對好 OK好 好 對 因為 現在就像剛剛說的 我們需要有多元抑制的通訊系統 才能確保在天災 或者是其他的大規模的災難出現的時候 我們能夠自己不要慌 而且讓國際有人知道正確的情況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新的前瞻計劃裡面 我們有提了兩年期的 就是應變暫時通訊網路的數位認信 這樣子的計劃 那這個概念性驗證是跟商用是兩個平行的 就是說商用這邊當然我們11月 接受這方面的申請 那這個是我們應變用 跟商用是分開 那這個應變用的 我們會在國內各個縣市挑選700多個點 跟國外的三個站點去做 對於非同步軌道衛星的 接收的傳輸的這樣子的設備 那去確保說 在我們所擬的這些想定裡面 包含即時的訊息傳輸啊 剛剛提到的視訊啊 或者是即時災難的相關的應變的 廣播性質的這些服務啊等等 都可以提供就是相當程度的服務 那這部分的演練 我們會持續就是一面建制 一面演練 一面建制一面演練 來確保說 那這個技術 它是不是能夠符合我們所想到的 這些劇本的這個參數 是可以隨時調整的 這個700多個全台灣的點 是給我一些 談理解是什麼樣的設備嗎 然後是跟民間廠商合作嗎 就是說 這裡就是在應變或者戰時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些地方 它的傳輸就是通訊能力 如果中斷的話 那會影響到我們的反應的韌性 那就是以這樣子的原則去選定這些站點 那具體的就是站點在哪裡 以及站點的性質 還有我們跟哪一家廠商合作等等 那這個可能就是 之後有比較明朗的情況在跟大家報告 那些點會是以現有的基地台為基準局去設 當然如果我們是要測試就是現有的核心網路 它能不能夠透過非同步衛星去取代海欄 或者是其他的另外的方法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設在它旁邊 但這只是其中一個想定嗎 那還有很多別的想定 那我可以大概從這個方向去做 這是很合理的一個猜測 那但是當然就像剛剛講到的 包含救災、救護、醫療 或者是剛剛講的公家機關 基本上就是說這些都是關鍵基礎設施的 系統裡的一部分 所以您剛剛提到的這種核心的 這個行動網路、基地台等等 那個本來就是關鍵基礎設施 但是這700個不會限於哪一種關鍵基礎設施 還是按照那個想定來佈局 國外三個點會在哪 這個就是有更多的資訊的時候 我們在提供 那有大方向嗎 例如會是美洲還是美洲 是理念相近國家嗎 你說我們會不會故意設一些 理念不相信國家的站點 來測試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真的蠻有創意的 對就是說有一些也是要看 就是實際第一波跟我們願意做這個概念驗證的 那個非同步衛星廠商 跟他國內的合作夥伴 他們也會有他們自己的一些想法 所以這個就是要進一步洽談之後 才能夠跟大家報告 這個計劃是兩年期嗎 但我們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我們希望在哪個時間點之間完成 你剛剛講到的那個目標 就是我們能夠真的在集體天災或戰爭狀況上 即使使用這個切換 就像剛剛說的一些小規模的實驗 或者是一些頻寬比較沒有那麼寬的衛星的用法 其實現在就有了 所以並不是說好像我們現在完全沒有能耐 我們兩年後的年底才有能耐 不是這樣 而是說透過這樣子不斷的部署跟驗證 逐步擴大我們的這個韌性跟能耐 那有一個時間點就是我們希望最後擴大到 而且如果這個概念性驗證可行的話 那而且如果到兩年之後商用也變得普及 那我覺得除了我們剛剛都是在講關鍵基礎設施之外 民間也有很多大的廠商等等 他們可能也希望他們的工廠 或者是他們的製造的地方 或者他們工作的地方等等 也能夠保持通訊的通廠跟國外的即時的反應情況等等 那但是因為這個技術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們也會把我們這個演練的設定 我們這些想定在可以公開的程度 也會提供給各界 那這樣的話如果其他在民間的朋友 覺得說那我們也來試試看用非同步微型 來做一個多元抑制的網路來增進我們的通訊人性的話 那就不會只是政府在做這件事情 我只會說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還說什麼問題 你少說要問雜貓 對嗎 你再說到英文的問題 請問雜貓 你什麼問題 台灣和中國 它是否遇到 它似乎 中國會用它的 推廣的機器 尤其是英文和外國語言 像是否正在做現在 完全不做 這就是中國 中國在做過年來 它們用上 Facebook, Twitter 所有網絡在中國 但仍然在中國 如果有战争, 中国会用这个信息, 中国会用这个信息, 如何反应对台湾的反应? 是这些事情你会想到, 用人像你自己, 已经很高的位置的人在 Twitter, 是在你的 planning, 因为,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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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认为,有些争取的争取, 因为,我认为,在你的问题上, 你说,如果有些事, 如果有些事, 如果有些事, 或者是否会有什么事, 但从我的看法, 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already the kind of propaganda, as we call it, the kind of narratives going on on Twitter. That's already what we face daily. So we concentrate on sending the message that Taiwan is a reliable partner. We have this idea that Taiwan can help free the future, and so on. These are the hashtags, and we want to highlight that the communications that we provide is not just for the people in Taiwan to enjoy their resilience, access to latest technology, to enhance social welfare, and so on. But we're willing to share it with the other like-minde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once we build this kind of solidarity, it automatically reinforces each other's message. For example, during the pandemic, there was a narrative that you have to kind of choose between economic vibrance, like not doing lockdowns and so on, but there will be damage to the public health and so on. Or you can take care of public health through lockdowns and so on, but it will inevitably cause economic loss. There was this narrative. But in Taiwan, we say even before we have widespread vaccination, through the idea of a resilient population of people doing their part to counter the pandemic together, we can take care of economy and public health simultaneously, making sure that we don't have to do lockdowns, top-down shutdowns and so on, but still counter the pandemic reasonably well. But some other jurisdictions would like to push the idea that only top-down authoritarian mechanisms are the single most, the only effective way against the pandemic. And so I think this kind of narrative, counter-narrative and so on, has been going on for quite a while. And the Taiwan model, a democratic way, a resilient way, has been applauded by other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we have seen success of this kind of resilient democratic models. And so I think this is just my daily life to make sure that the playbooks that we use, you don't have to call it Taiwan model, or you can call it New Zealand model or something, but it spreads to a world and people do not have to believe that only authoritarian models can build the capability to counter emergent threats. So because you are, I'd say, so sort of high-profile on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ly from Taiwan, you know, if there is a conflict with China, or a blockade or something, would one of your roles and one of the roles of your ministry be to make sure that Taiwan's voice is heard internationally, and that you're competing with whatever narrative may happen to come out of China. I mean, obviously, as you say, you have a lot of practice. But already it's a cross-ministral effort, right? I'm certainly not the 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fare during the pandemic, but I work with the CECC and Minister Chen Shih-chong at the time to frame the narrative of the Taiwan model, to share it with the world. So I play a, I would say, it's an assistive role, a role of amplifying the core contributions in the pandemic times that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but in other times it could b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But I'm committed to amplify the message so that they reach our like-minded partners.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if you see my Twitter posts, a lot of them is my contribution to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project called Taiwan Plus. And Taiwan Plus is the MOC's flagship to spread Taiwan to the world in a nutshell. So I host a video podcast there.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m doing Ministry of Culture work. It's a joint partnership so that the MOC platform through my video podcast can connect to the digital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for us to have a real discussion about how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further democracy, not further authoritarianism. But the platform is still MOC. Are you, again, because you're so high profile on Twitter, you know, I do follow you on Twitter. But you know, on a daily basis, are you getting a lot of, like, attacks from the Wu Mao in China? You know, the sort of, perhaps,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paid to work in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specifically to target you, to try and undermine, you know, the message that you're putting out from Taiwan to the world. And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at? Or how does that make you feel? Well, there's a, there's a very simple way, it's called hiding the reply, right? So, it's personal attacks, I'll just hide a reply. And, and, truth to be told, I think I'm not troubled by the replies or the more personal attacks and so on. Perhaps because before joining the cabinet in 2016, I worked for six years with Apple on Siri technology.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o, for me, everything I see, I see it in terms of what we call a corpus, a kind of lexicographically meaningful input, right? So, I'm like, oh, Mandarin can be used this way. English can be used this way. I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right? So, I view them with a bit of humor. And some of them, I think, are quite creative. And I even sometimes make the joke myself, right? So, there are memes that compare me to manga characters, and so on, from Hunter x Hunter, and so on. And just yesterday, I made some mimetic pictures of me cosplaying as that character. So, Melody, I believe, that's the name. So, I think I view them with a sense of humor, of creativity. And if there are particularly creative ideas in those emotional attacks, that has the potential of going viral. Maybe I take the mRNA and change this by protein and make something that is like a viral vaccine. Do you think that sort of creativity and sense of humor that, you know, obviously, you're probably the most sort of high-profile representative of that internationally, right? I mean, do you, again, do you think that's sort of like maybe like a secret weapon from Taiwan to sort of combat some of the fake news and other attacks that come from across the street? It's not a secret, right? It's not a secret, right? We say very publicly that our playbook is humor over rumor. It's noticed in public notice. It's a very cute spokesdog from the CECC. The name's Dong Chai Shiba Inu, and so on, right? So, it's not just me. It's also a dog. But anyway, the point I'm making is that humor over rumor really works. because humor, fun, memes, and so on naturally spreads better than outrage. So, if facing this kind of disinformation attacks that want to evoke outrage, if you counter it with lockdowns and takedowns, it actually fuels the conspiracy theories. But if instead of doing that, you put it on public notice and make a funny video about it of me shaking bubble tea or something, that actually spreads to more people than this disinformation. And people who have laughed about the meme that we use ends up building antibodies in their mind. Once they laugh and vent the outrage, the frustration, they will be able to practice what journalists do, right? is checking the sources and so on. But if people do not have this kind of mimetic vaccine, then the first response is often not to fact check or to check the frame and the sources and so on, but rather to just click share, right? So, our work is just to kind of immunize everyone by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can understand what's the trending disinformation and laugh about it. Sorry to keep going back to this, but the reason why Taiwan is in the international news at the moment is because of all of the tension with China. So again, you know, talking worst case scenario, a Chinese attack on Taiwan, so you would hope that by immunizing the population against fake news, you're sort of like, maybe that sort of like a role that it could play in helping. Because, you know, if there is a war, people will die, this will be a terrible impact on everybody in Taiwan, you, me, all of us. Well, first of all, I use the term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or disinformation. I think only journalists get to use the fake news terminology. Okay. So, anyway. So, as we have seen in the Ukrainian example,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use the ideas of even comedy, but certainly memes, internet memes, to spread a message that rally the people who support Ukraine. And so, this kind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has been proven as effective as anything else, really, in times of intense conflict. So, I would say that even though that there is, of course, actual war going on in Ukraine, the kind of public communications that they keep, the applications like DIA, which is their e-government application, has been repurposed into a public crowdsourcing intelligence tool. And also, you can also view Eurovision on it, I guess. So, it has become an all-purpose communication tool. That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to keep this social resilience, not just citizenry, bu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stays connected and stays strong, even when something really bad is happening. Is thi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discussed with people in Ukraine, whether Ukrainian government officials, Ukrainian bloggers, Ukrainian hackers, Ukrainian prominent Ukrainians on Twitter? Have you been engaging with people there about this? Yeah. In my Twitter posts, there was a post from Belgium, from Italy. I did visit in June. And I met with around 17 different digital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was one of the main topics we discussed. But that was the Chetan Pass rule, so that's the most I can provide. Aren't you going to visit Europe again soon? Well, soon, well, relatively soon, because end of this month, we will begin the parliamentary interpolation. And so, to around the end of the year, I'll have to be here and defend the budget. On the other hand, of course, I'm open to video conferencing any time. But if I have to travel internationally, you will probably have to be after the interpolation period. Okay. All right. All right. Just back to, quickly back to the partnership you just talked about with other government ministries. Does that, has that so far included the defense ministry? Mm-hmm. So, I have conversations in the drills, in the Indian演練 and so on,計劃. As I mentioned, I'll go back to the中文. So, I'll just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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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I'll just say, I'll just say a couple of times, I'll just say something about it. Do you think what an business will need to do and what other companies will need? Is ther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응re team, and I will just say, first, if you have already covered it. And I'll probably ask for your questions. Do you just say the same person? I'll be like, I'll just say, the same person, the other person may be heard? I'll just say, if you have a couple of times even got me�… And then, I'll just say, I'll just say, that's one person, I'll just say you. And then, I'll just say, I'll just say you, I'll just say, I'll just say, he'll just give me a couple of comments. That's a couple of times. 就大概是降級之後就比較少一些 那因為就是完全共存了嘛 但是跟文化部的合作是持續的 那目前就是跟文化部合作比較多 國防部呢 就是你目前我有公開的推特的資訊來看的話 那就是我跟文化部合作是就是我PO的比較多的 因為我一直要問是因為在漢光期間 國防部這一次我們是首部在政戰部門有公佈一個團隊 等於在一個小戰車裡面做那個通訊車裡面做那個網易資訊的圖 去反制中共的在戰時的假訊息 那這部分跟您有在協助的部分也蠻重複的 我們現在在演訊裡面跟國防部比較有關係的 其實是我們資安署跟未來的資安院本來的技服 技術服的這個團隊 那本來資安的聯防 我們守護關鍵組設施跟這個政府的部分 就必須跟國防部的包含自動電軍等等 有一些必要的合作啊 或者情資的討論啊 或者是甚至跟國外的聯防 所以這部分的聯防是大家比較知道的 就是有的 但是其他的我們並沒有 就是您剛剛講到說 好像是什麼圖卡的編制在那個資安聯合演訓裡面 目前依我所知是沒有 那我就回去不過剛剛好像漏問了 就是這個兩年企業計畫 這個腳步 您覺得感到上提居升溫的中國的軍事威脅 就像剛剛說的 並不是我們要等兩年結束才有必要的這些能耐 我們現在就有 這個兩年企業計畫是盡速的擴增這些應變的能耐 那當然每次的演練 每次的詳定 每次的演訓 都會讓我們更加知道說 哪些地方還可以加強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要不斷緊緊的啦 那但是我也很高興就是 大家對於多元意志的網路的認同 特別是在您剛剛提到的演習 或者是俄羅斯全員無破產之後 這個認同是非常強的 那我們之前去跟電信業者座談等等的時候 很多是主動提出說 他們想要多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跟之前的狀況是 我覺得現在是非常適合來做這樣子多元意志的部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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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